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软糊糊的蛋仔捏捏吗 有人把它给剪开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神奇的蛋仔香珠 里面的每一颗小珠子都特别香 据说只要凑齐六种香味 就能去小卖部兑换一个迷你蛋仔照相机 但是千万别在午夜十二点用它拍照片 否则你会看到死掉的蛋仔幽灵 真的太可怕了 蛋仔捏捏乐 里面还能抽到蛋仔香珠 只要凑齐六种香味 就能去小卖部兑换一个迷你蛋仔照相机 在午夜十二点用它来拍照片 还能够能死掉的蛋仔幽灵 虽然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这蛋仔幽灵是长什么样子的 只能想的宝贝们点贵哥我点点小红星 为了帮大家测试一下 现在我就去买蛋仔捏捏了 小伙伴们 这次我买了满满一整盒 这么多应该能凑齐六种香味了吧 咱们还喜欢打开玩笑 能不能找到蛋仔香珠 小伙伴们现在给我点颗小红星 小伙伴们先把这颗蛋仔全部给猫出来 一个人失忆着 看起来好像一只蛋仔军队啊 咱们先来切开一只找找看吧 我撕 感觉好像那四面包啊 我这只里面不像什么都没有啊 果然是没有 再来一只黄色的 切开 我开 这只里面也没有 不是吧 再来一只粉色的 滑了开 完了完了 这只也没有啊 我说已经看了三只蛋仔了 竟然一个蛋仔香珠都没找到 难道视频里是假的 咱们赶紧把剩下这些蛋仔 全部打开来看看 来这绿色的 我滑 我撕 这里里面包包的东西 撕开看看 这个绿色的东西 它给掏出来 我罢 不是吧 真的是蛋黄三珠啊 今天好多的好多的 后面还有我的小气口呢 来闻一下 竟然是7.52的 好香啊 这一只眼 再来开始粉色的 呃 呃 我居然有粉色的珠子 啊 好可爱 我拽 好可爱啊 是一只粉色的小熊蛋仔 它的肚子里是粉白香香的蛋仔香珠啊 来闻闻你是什么味道的 呃 竟然是草莓香味 嗯 甲鱼姐闻更香了 甲鱼一只蛋饭子 出来吧 我吃 呃 找到了 出不出来 是一只黑色的蛋饭子啊 我这肚子里的香菇 竟然是蓝白香片的 来闻问它是什么味道 嗯 这个是海鲜味道 这个味道好清新啊 下一个 来一只超萌的黄色蛋仔 刮了开 我失误了 呃 这个这里面是空的耶 算了算了 再来一只绿色的 每一只蛋饭子的脚筋 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啊 开启 啊 这一只蛋饭子里面也没有 算了就只剩最无散猪啊 这个小伙伴们 听说在评论区打出保护动物三个字 就能触发出一只专属于你的粉粒小动物哦 赶紧去试一试吧 来吧 记忆试试 看看这只粉粒里面查了什么 啊 真的啊 我 揪 这可能是一只紫色的小恶魔蛋仔 里面还是紫色的小猪呢 来闻一下 哦 好香啊 是生意草的味道啊 感觉可是是蓝色的 我吃 看出来 哦 蓝色的小熊 看猪子里面的猪子也是蓝色的 它和蛋饭子该不会是同一个味道吧 让我来闻一闻 我猜 它昨天是难没味的啊 虽然都是蓝色的香猪 但是味道就大不同 谁跟我一只 滑了看 吃 打了一下 嗯 怎么是金黄色的啊 我猪 哦 是一个卡子弄的小小小杂 它们留在这金黄色的 来闻一下 咳咳咳咳咳 这怎么会流量味的啊 太好了 总算重新六个蛋仔相机了 你跟我这六个味道混合在一起 怎么这么臭啊 还是赶紧拿它们去对换蛋仔相机吧 走 小伙伴们 连你蛋仔相机给你们对换来了 看起来很可爱啊 这里面 真的能放一些我死去的幽灵蛋仔照片吗 正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2点了 咱们赶紧来拍一拍试试看吧 咱先对着葫芦们来一张 再对着榴莲来一张 最后对着这堆颜料来一张 奇怪了 这相机也没掉出来照片啊 嗯 地上竟然有三张照片 不是吧 刚才拍的照片里 真的出现了蛋仔幽灵 啊 好恐怖啊 我的天哪 你见过这种软呼呼 可以捏捏的蛋仔吗 有人把它们剪开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黄金狮新手 据说 拿着它去小卖部 老板就会送你一个 蛋仔大礼包 里面还有六只不同颜色会逃跑的蛋仔 真的太神奇了 吃饭 今天还有这种不吹的 绵绵的小蛋仔 把它给紧开 它这里面发现了 黄金小卖部 只要拿着黄金十几小 这种小卖部老板 他就会送了一个蛋仔大礼包 这些大礼包里 它藏着六只不同颜色的 会逃跑的蛋仔啊 好想拥有这种蛋仔大礼包啊 其实今天想要拥有 这种蛋仔大礼包的 小卖部的饼子蛋仔 哇 这么多人都想要 那我赶紧去小卖部 看起来我们的 这种新的绵绵的蛋仔吧 走走走 拿着我的银沫铁 老板在那干什么呢 你在看啥呀 这种蛋仔 哇 偷吃了 这就是我要找的 像灰灰灰灰灰 五十元一个圈 偷中就哪有 老板 你怎么越来越偷啊 今天我全没带过 再来两个圈吧 偷吃了 这种能不能偷中啊 快点哭 我现在小卖部 再加油吧 我留存在头 走 这包子也太猪了吧 明显 这银沫的六个 这太不好意思了老板 这一下 我就全拿走了 我们这些宝贝们 咱们吃一口吃 哇 这些蛋仔很软啊 你从哪买的这么萌的蛋仔啊 这可是我套奸奸套来的 就是因为它们里面 有黄金的 黄金的 那岂不是很值钱啊 咱们咱们走一走吧 我要先来一个 我最喜欢的粉色小蛋仔 它的表情看起来好委屈啊 不知道小肚子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呢 天 呜呜 这餐具里面是奶油啊 哇 嘶 咱们有一种东西掉下来了呀 咱们是粉色的呀 我要去洗一洗 哇 是一只粉色的小蛋仔啊 还是磨砂水感的呢 好少女兵啊 你怎么第一个就被我抽到了 不是什么呀 你还不是没有抽到黄金蛋仔啊 哼 再来一只粉蛋仔 这一次啊 我肯定能抽到 我真 奶油挤出来 诶 太多奶油了 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等我来抽了 我要抽这两个黄色的蛋仔 这两个蛋仔长得好呆工啊 眼睛就让两个小豆豆一样 不牵 不知道能不能抽到黄金蛋仔 咦 这条剑的是不可描述呀 我来抽一抽 啥都没有 第二只黄色小蛋仔 你就别让我失望 简单啊 出了吧 刚才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这好像也是个蛋仔 但可惜它不是金色的 现在去洗一洗 这只黄色的蛋仔 跟贵贵那只粉色的蛋仔 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皮蛋糕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不会没抽到黄金蛋仔啊 现在只是两个黑色蛋仔了 那你就快把它们整个看看吧 这种黑色蛋仔的黑氧圈 也太重了吧 我天 我一只 啥都没有哦 这个只是最后一只了 这只还长胡子啊 剪开它 我急 诶 这东西倒出来了 看你来瞧一趟 哦 金色的 甜蜜就吸血 我的妈 这可原来是黄金星星的 哇 她竟然一个眼睛是金的 一个眼睛是红的 她应该值不少钱吧 陈边边的 陈边多值钱 不是对我 她们在小伙伴部出关 淡仔大理包吗 你怎么看我给你去看 a few moments later 小伙伴 淡仔大理包 一天最快来了 给你看看 理包里有什么吧 打开理包 怎么这么大仔 小伙伴好委屈啊 还有一个满眼都眼睛的 淡仔呢 这个好可爱啊 嗯 这只淡仔也太淡了吧 这只黄色的淡仔 比刚才那只还带呢 还有一只黑色的淡仔 蓝色的表情好贼啊 好的 这只淡仔 你不喜欢美丽吗 只能去抽一位 甜淡蛋的小彩 这只大理包送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